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西瓜视频创作人李永乐老师 我的新书李永乐老师给孩子讲物理 已经出版上市了 我还为这套书制作了配套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生活中有些物体的形状是不会变化的 比如石头、冰、钻石 它们叫做非流体 有些物体可以流动 形状可以发生变化 比如空气、水、番茄酱 它们叫做流体 液体和气体都是流体 流体是由一个一个的分子构成的 这些分子可以跑来跑去 所以流体就能流动 这些分子还会相互的碰撞、挤压 所以流体的里面有压力 这些压力来自于四面八方 在水里 越深的地方压力越大 潜水员要下潜到很深的地方 就需要穿潜水服 否则就会被水压扁了 科学家帕斯卡做了一个实验 在一个装满水的木桶上面 连了一根长长的管子 一杯水倒进管子里 木桶就被水压爆了 这是因为啊 倒进一杯水之后 木桶里的水变得很深很深 水的压力很大 船在水中航行 水对船底有向上的压力 这些压力合起来就叫做浮力 我们可以在水里游泳而不沉下去 就是因为水对我们有浮力 物体在水里面的部分越大 浮力就越大 巨大的冰山能够漂浮在水面上 是因为冰山下面很大一部分都在水里 这个规律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 在洗澡的时候发现的 叫做阿基米德福利定律 倒一杯水 倒满之后呢 水面会鼓起来 水却不会流出去 这是因为水面上的分子 彼此拉着对方 形成了收缩力 这叫做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 让水滴尽量地收缩成球形 比如水面上弹起来的水滴 就是这样 水滴能够挂在玻璃上 这是因为水分子和玻璃分子之间有拉力 水愿意和玻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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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叫做浸润 玻璃在一起的水滴尽量 水滴尽量的水滴尽量 喝水的时候 水就不会残留在杯子里 地球表面有许多的气体 这叫做大气层 这些气体呢 也会对里面的物体有压力 这叫做大气压 虽然我们感觉不到 但是大气压的确是存在的 德国有一座城市 叫做马德堡 马德堡的市长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两个半球扣在一起 把里面的空气抽掉 在两边有30匹马一起拉 结果都不能把半球拉开 这就是大气压力的结果 这个实验叫做马德堡半球实验 大气压力有多大呢 用吸管喝水 管子里的水上升 就是大气压力把水压到管子里的 但是一般来讲 大气压最多只能压住10米高的水 如果吸管超过10米 无论怎么吸气 水也上不去了 不同地方的大气压也不完全相同 在高山上大气层薄 大气压就小 在平地上大气层厚 大气压就大 如果在高山上吹好的气球 下山之后就会辨别 因为山下的大气压比山上更大 在空气流动的时候 大气压力会变化 空气流动的越快 压力就越小 空气流动的越慢 压力就越大 这叫做伯努力原理 刮大风可以掀翻屋顶 因为屋子里的气压比屋子外面更大 吸尘器可以吸走灰尘 因为外面的气压比吸尘器里面大 这都是伯努力原理造成的 飞机为什么能在天上飞呢? 飞机的速度非常快 空气会从上下两边流过机翼 机翼是弧形的 所以呢 上面的空气跑得快 下面的空气跑得慢 下面的大气压力比上面大 飞机就飞起来了 帆船能在海面上航行 也是这个道理 鼓起来的帆就像飞机的机翼 风从帆的两边吹过 鼓起来的一面气压小 凹进去的一面气压大 帆船就能够前进了 踢足球的时候 如果足球旋转飞出去 就能够在空中转向 这叫做香蕉球 香蕉球也是因为 两边空气流动快慢不一样 大气压力不一样造成的 这些现象都是伯努力原理可以解释的 水流过礁石 如果流的比较慢 就没有漩涡 这叫做层流 但是如果水流的比较快 石头后面就能形成一个一个的漩涡 这些漩涡还在不停的变化 琢磨不定 这叫做湍流 火山喷发的时候 喷出的火山灰形成湍流 在水中滴一滴墨水 墨水在水中形成湍流 湍流的问题 科学家们也还没有研究清楚呢 小朋友 你已经是一个流体力学的专家了 喂 李永乐老师吗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硬币放在水里会下沉 一艘万吨巨轮却不会沉到海底呢 不论是小小的硬币还是万吨巨轮 都会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地球对它向下的吸引力 重力 另一个就是水对它向上的压力 浮力 浮力 刚刚讲过 浮力的大小和它在水里的体积有关系 硬币很小 所以呢 硬币的浮力就很小 浮力拖不住硬币 硬币就下沉了 轮船很大 轮船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就很大 这个浮力能够拖住轮船的重力 所以呢 它就能浮在海面上了 您说水和空气都是流体 水对物体有浮力 空气是不是也对物体有浮力呢 说的太对了 空气也对空气中的物体有浮力 但是啊 空气的浮力很小 轮船在空气中的浮力只有水中浮力的千分之一 所以呢 一般的物体都不能被空气浮起来 不过 这个物体如果体积很大 重量又很轻的话 就可以被空气的浮力拖到空中了 比如轻气球 飞艇就是靠着空气的浮力 飞上天的 可是我家里没有轻气球 也没有飞艇 你能教我一个简单的实验 让我看看大气压力在哪里吗 当然可以了 找一个玻璃杯或者比较硬的塑料瓶子 里面装满水 用一张稍微硬一点又不太大的纸 比如扑克牌盖住瓶口 用手按住纸 把整个装置倒过来 松开按住纸的手 你就会发现纸片会粘在瓶口 水不会从瓶子里流出来 这是因为外面的大气压 顶住了这张纸 把水拖住了 哇,真的好有趣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妈妈做晚饭的时候用了高压锅 高压锅是做什么用的呢? 你知道吗? 在正常的大气压下 水加热到100摄氏度就沸腾了 沸腾之后 水温就不会再升高了 但是高压锅内部的气压 比正常的大气压高 水加热到100摄氏度之后 还是不会沸腾 温度就会继续上升 温度越高 加热食物就越快 所以呢 用普通的锅炖两个小时的食物 高压锅20分钟就炖好了 原来是这样 如果没有高压锅 恐怕现在我还吃不上晚饭呢 谢谢您 我要去睡觉了 晚安